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狩猎到山豬的动物 必须一定要去弄一些 我们Gaya避雪的仪式 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杀猪 庆典的时候也要杀猪 我们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些不安静的地方 不顺利的时候 也可以用台湾山豬来 把我们家庭不平安的事情 把它避雪出去 让我们家庭能够平安祝福 在我们太鲁歌主熊代表我们太鲁歌主的守护神 他在山里面 他是守护我们一些我们的领域 我们的土地 在野猎人狩猎的时候 绝对不能去狩猎台湾黑熊 这一样的衣服 我们先这一样的衣服 黄格的衣服 是的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代表座台湾山豬 我的儿子跟你准备要结婚了 然后我想用这个山豬 把献给他 作为我的代表座 给他纪念 永远不会忘记 我这个从事木钓的爸爸 这个我的工作台了 列入列入我的工作台 在海边这边 一定要想办法 找你的工作室的漂流木 放在那边就直接在那边创作 怎么那么轻 轻盈的话就是坏掉的哦 好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哎呦 这个 这个栏木 它的边边都已经糊烂了 只有中间差不多五公分 所以說還要去找 它的硬的肉在這邊 它邊邊也差不多是湖南的 所以說我們刻這個作品 會變成一點點而已 母子它們這麼大 所以說送給我的女兒跟兒子 他們一定會說 爸爸你那麼小氣 怎麼會刻那麼一點點的山豬給我 所以說我還要去找粗的漂流木 看一下 這個漂亮 這個拿木 這個牌子 刻出來一定會很漂亮 這個就是我送給我 女兒跟兒子的作品 台灣山豬在山上裡面 狩獵到山豬的動物 就是說必須必須一定要去 去弄一些我們 我們Gaia的地學的儀式 所以說裡面就包括很多種 結婚的時候一定要殺豬 然後慶典的時候也要殺豬 譬如說我們家庭裡面 如果有一些不安靜的地方 有一些不順利的時候 也可以用台灣山豬來 把我們家庭不平安的事情把它避寫出去 讓我們家庭能夠平安 這邊是泰魯閣族的一個菠蘿的名稱 叫Gloan 我的作品是被這邊的老闆買下來 他給他裝飾在菠蘿灣裡面 帶你們去看一看 這個是我雕刻出來的作品 它的名稱叫台灣山豬 剛開始在刻立體的時候 就從山豬開始雕刻 當初我在刻山豬的時候 我的技巧我的技巧還沒那麼順利 所以我自己抓我自己的靈感 那時候就一直不停地在 年花雕刻這個山豬 這個山豬就是我現在 從91年到2015年的作品 刻成有這個有毛的 它的台詞是台灣快目 台灣山豬在我們太魯閣族 是最主要的肉食 這個山豬在高山裡面 它最喜歡吃的就是劍鎖 所以說前面它有劍鎖 就代表就是說這個山豬 它要準備要去吃劍鎖 這個台灣山豬它的身上 這個有毛這個虛蜥 就是我們漂流木 從山上漂到一些我們利物溪的地方 它滾下來被那個石頭一直打滾 碰碰碰撞碰撞 就變成好像有這個虛蜥 台灣山豬這個毛呈現出來 所以說我就用這種的方式把它雕割出來 再給它種起來 用它的方式把它弄成一個一個山豬的毛呈現出來 台灣山豬在我們花臉就是我的代表座 它曾經也拿過在我們花臉線這邊的第一名 然後在全國目標競賽也拿過屏東創作得到第二名 比賽就是我們的畢業證書 你有比賽 你有得獎 你的作品會有證書 我要把我的作品 給一些評審委員肯定 一定要場比賽 以前我是做過一些建築業的 比如說綁鋼筋 一些綁膜 還有臨時工都在做 當初那時候 我們的老師就是林阿龍 做光復的 光復啊 還有葉大莫納 柯家人這個 他很會畫圖 畫圖都是以葉大莫納來畫圖 然後林阿龍就帶頭老師來 指導我們底下的學生 然後我是就是林阿龍的這個老師的助理嘛 也在幫他們一些教導一些學生在雕刻的情形 不懂的地方我就幫他們走去雕刻 剛開始我在認真雕刻的時候 是從胡雕開始接觸的 還有後面後面 胡雕做完畢後就開始又做了一些製作 我們太陽那邊的弓箭 然後後面又製作一些火黃型都有 我在學一些無雕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已經學會了 就成立自己的天女物毛工作 開始我就從弓箭開始去創作啦 還有迷你高啦 然後後面就開始 我也去平平中參加全國木雕競賽 以前從胡雕開始嘛 胡雕 胡雕會了 就從立體一立體開始就做到現在 我的作品變成這樣 後面這樣 我們刻的胡雕叫一半人嘛 一半嘛 就是它的一些刻法就比較 沒那麼複雜啦 沒那麼困難 最重要就是它的層次啦 它的比例啦 要懂得構造我們一個人的臉 你看 耳朵一定是提醒到這個地方那個高度 你看 你看看這邊 好 還有 你的臉 多寬 多寬 就比你的腳 一定一樣的 長度一樣 你看 耳朵的這個平行一定是你眉毛嘛 所以說在刻的時候就知道 你看 要懂得它的構造 看不到那個地方也是一樣 它有它的比例 有一個特寬的 葉達摩納 它很會畫畫 很會畫圖 畫太魯閣府的人物 還有立體的作品 非常的漂亮 當初那時候他是用畫圖給我 他跟我講說他是一個人頭來計算 一個人頭 東方人就在六個人頭到七個人頭之間 我們泰魯歌族的力量都比較像 比較高嘛 力量高 眼鏡會比較凹一點 眼鏡一定會很大 你看我歌就原本像泰魯歌族 像我的那個奶奶 在凌晨三點就聽到什麼蹦蹦蹦的聲音 在做什麼聲音 直播 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 一直聽到那個 阿姨 睡覺啦 你睡你的啦 你們沒有衣服啦 沒有那個棉被 我就做你們的衣服和棉被這樣 一直走 我這樣 就聽到那個 我那個聞名 就那個啊 就那個啊 在我們泰魯歌族 熊代表我們泰魯歌族的守護神 他在山裡面 他是守護我們一些我們的領域 我們的土地 在獵人 狗獵的時候 絕對不能去狗獵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它全面有 不一字形 不一字形就代表我們泰魯歌族的 所以他只能守護我們的家園 我柯這個熊是自己所想像出來的 我聽過一些我們獵人 他講的話 守護到熊 他在站起來的時候 他在抬手術就被攻擊到你了 所以就避開 又接近他 虎龍飯店 他也評選我們花蓮縣六大組的雕刻家來做評選 主群有太魯歌主 也有阿美主 布農主 還有賽德克 還有薩吉拉雅 哥馬蘭 一起送到虎龍飯店這邊做評選 到最後我被選中 我是太魯歌主的 這邊的經理跑到我家裡 來找我 他叫我開廚來設計 就送到虎龍飯店這邊 這邊虎龍飯店有立體的作品 還有牆邊的胡雕的作品 大概都是針對我們太魯歌主 所有我們祖先生活化的一面 這個牆邊這邊有一個山豬 山豬就代表我們太魯歌主的熟練 必須一定要有的主食的肉類 代表就是說 裂一隻山豬是代表就是勇敢 能夠把 裂出來以後 把山豬的療養 放在胸前這邊 代表就是說 是很勇敢的意思 然後 第二個那個 這個無雕的那個像是在打米的存型 第二個底下那個是在釀酒 那個酒 小米放在那個翁裡面 他用這個手一直攪拌那個小米 準備要把它封起來要釀酒 這個 我雕的牆壁 牆壁這邊的作品 是我們太魯歌主 抗互英雄的 哈隆那尾 他哈隆那尾的 刻出來他那個人頭 他兩邊有老鷹 老鷹就是顯示 表示這個頭目哈隆那尾 他以前是很勇敢很神勇 就代表就是他跟老鷹一樣 非常的兇狠 他跟日本抗戰的時候 把最久的頭目就是哈隆那尾 這個就是我們太魯歌主 文面老人 以前我們文面老人 他是專門被柴火 柴火就是要他去那個背木頭到家裡 他要準備一些我們的小孩子要吃的東西 就靠這個他的這個阿嬤來煮這個地瓜也好 小米也好 全部就責任就在他的身上 像我們太魯歌主的女孩子 婦女 他是負責 就是說一個一個家庭 家庭裡面 比如說織布啦 煮飯啦 一些種地瓜啦 小米 都是婦女去抗這個責任 來安頓家庭的責任 我在刻這個文面老人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太魯歌主的一些的文面老人 呈現給觀光客 我們下一代 因為我們一些全輩都慢慢都凋零了 看不到這個文面 我就用雕刻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給我們觀光客啦 我們的現在的小孩子看到 知道我們的文化 你知道 是什麼樣子 這段文化 我們是在最大的工錢 有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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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有道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玉芳为排湾族新生代的艺术家 他以摩登原始人的系列作品 引起了艺术界对他的瞩目 被马玉芳称为摩登原始人的原住民 他以黑白扁平的传统服饰图腾 却变无表征的人影 对照了色彩鲜明 立体又写实的商品商标 这样的一个创作 他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我们看到他借用了年轻人 惯用的哭手创作手法 但是他却是严肃地批判 当消费文化 当资本主义 进入到原住民社会的时候 他也大量的侵蚀了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他们吞下了他们传统华丽的服装之后 原住民文化到底还剩下了什么 从这系列的作品当中 马玉芳也重新检视了原住民文化的意涵 并且他也在部落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同时他不再迷惘 他不再排斥原住民的图像符号 因为他已经为他的创作找到了新的方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